我这一张同事你 裂兵中的黄宗伟有多狠 黄宗伟从一个化学天才变身大毒枭 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心思手软的人 表面上黄宗伟的工厂生产保健品洋葱精 但实际上黄宗伟将洋葱精再加工 制成不寒麻黄碱的高纯度毒品 在安全起见 黄宗伟的毒品只销往国外 于是 当他听说当地警方缴获了一批 不寒麻黄碱的新型毒品后 密码脸色大变 找来了替他销售毒品的贺鸿章 面带微笑 云淡风轻地告诉他 得了病就要治 早发现早治疗 你说对不对 最怕的就是 治不好 命都没了 实际上这就是在点贺鸿章 你把毒品卖到当地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屁股擦干净 否则我不留情 听到这话的贺鸿章 立刻取枪把自己的下线杀掉 如此杀法果断的一个人 在黄宗伟面前也静容寒蝉 也足以从侧面印证 黄宗伟的手段只狠辣 之后黄宗伟为求自保 果断关闭工厂逃亡 然而就在黄宗伟销毁证据时 却意外发现了手底下 一个小宫偷取毒品 这对于黄宗伟来说 是绝不可以触犯的大忌 但他依旧没有暴怒 反而是平静地说 工厂关闭了 这包东西就当作是赔偿 再送你一个红包当入费好不好呀 于是一旁的忠叔 已经先领神会 带着小宫取了属于他的红包 面对此情此景 黄宗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把这个给我清干净啊 从这气定舌弦的语气来看 这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了 一向重视传统的黄宗伟 在逃亡海外前 先回到老家祭祖 主动提出要带忠叔的儿子一起走 让他跟随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但实际上 这是因为忠叔掌握了自己太多的秘密 如果一走了之 很难保证忠叔会不会在警方的压力下 全盘招供 于是带走他的儿子 就是最简单的忠诚保证方案 而黄宗伟真的会善待忠叔的儿子阿龙吗 当然不 阿龙跟黄宗伟一起到寺庙祭拜 听到黄宗伟说 没怎么读过说的阿龙 不明白一将功成万古哭的意思 而黄宗伟只是告诉他 不用懂这个 殊不知 这万古中早有他阿龙一个席位了 警方闻讯感到 黄宗伟再次展现了他狠人的一面 不惜藏身棺材与尸体待到半夜 阿龙早已下得六神无主 黄宗伟依旧是淡定地告诉他 鬼那是死去的人 人是活着的鬼 之后在阿龙提出 想要试一试黄宗伟生产的毒品时 黄宗伟的反应 也证明了他所言非虚 要留肯彭哥的话 我这一场同事你 超强的心理素质和沙发果断的性格 才是黄宗伟这么多年游走刀尖 仍能置身事外的原因 很难想象这样的黄宗伟在日后 还会给警方制造多少的难题 而他又将如何落入法网 也令人无比期待 感谢观看